第九回陈光蕊赴任逢灾江流僧复仇报本 画表陕西大国长安城 乃历代帝王建都之地 自周、秦、汉以来 三周花四锦 八水绕成流 真个是名胜之邦 彼时是大唐太宗皇帝登基 改元贞观 已登基十三年 遂在己寺 天下太平 八方进贡 四海成臣 忽一日 太宗登位 聚集文武众观 朝拜礼弼 有位指承相出颁奏道 方金天下太平 八方宁静 应依古法 开立悬场 招取贤士 卓用人才 以字画礼 太宗道 贤卿所奏有礼 就传招贤文榜 颁布天下 各府州县 不拘君民人等 但有读书如流 文艺名唱 三场精通者 前赴长安应事 此榜行至海州地方 有一人 姓陈明厄 婊子光蕊 陷了此榜 及时回家 对母张氏道 朝廷搬下黄榜 召开南省 考取贤才 孩儿抑郁 前去应事 躺得一官半职 险亲扬名 风妻因子 光耀门驴 乃儿知智也 特辞 禀告母亲 前去张氏道 我儿读书人 幼儿学 壮儿行 正该如此 但去复举 路上需要小心 得了官 早早回来 光蕊便吩咐 家童收拾行李 即拜此母亲 攒成前进 到了长安 正值大开悬场 光蕊就进场 考弊 中选 集庭市三册 唐王玉比 亲赐状元 跨马游街三日 不欺游到丞相 因开山门首 有丞相 所生一女 名幻温骄 又名满堂骄 未曾婚配 正高街彩楼 抛打绣求补絮 是指陈光蕊 在楼下经过 小姐一线光蕊 人才出众 知识 新科状元 心内十分欢喜 就将绣球抛下 恰打住 光蕊的乌纱帽 猛听的一派 生肖细乐 十数个碧妾 走下楼来 把光蕊 码头挽住 迎状元 入相府成婚 那丞相和夫人 及时出堂 换宾人赞礼 江小姐配与光蕊 拜了天地 夫妻交拜婢 又拜了岳丈 岳母 丞相吩咐安排酒席 欢饮一宵 二人同携束手 共入蓝房 次日五更三点 太宗驾坐金鸾宝殿 文武众臣屈朝 太宗问道 新科状元 陈光蕊应授何官 为旨承相奏道 陈察所属周郡 有江州缺官 其我主受他此职 太宗就命为江州州主 吉令收拾起身 物物献期 光蕊谢恩出朝 回到相府 与其商议 拜祠岳丈 岳母 同期前赴江州之人 离了长安登途 正是暮春天气 和风吹柳绿 细雨点花红 光蕊便到回家 同期交拜母亲张氏 张氏道 恭喜我儿 且又娶亲回来 光蕊道 孩儿刀赖母亲伏辟 田中状元 亲赐游街 经过丞相 殷府门前 欲抛打绣求适中 蒙丞相即将小姐 招孩儿未婿 朝廷除孩儿 为江州州主 今来接娶母亲 同去赴任 张氏大喜 收事行程 在露树日 前至万花殿 留小两家安下 张氏身体忽然染病 与光蕊道 我身上不安 且在殿中 调养两日再去 光蕊遵命 至次日早晨 县殿门前有一人 提住个金色鲤鱼叫卖 光蕊即将一贯钱买了 玉带烹鱼母亲吃 只献鲤鱼闪闪闪闪闪眼 光蕊经意道 闻说鱼蛇闪眼 必不是等闲之物 遂问于人道 这鱼哪里打来的 鱼人道 鲤腐十五里 红江内打来的 光蕊 就把鱼送在红江里去放了声 回殿对母亲道之此事 张氏道 放生好事 我心甚喜 光蕊道 此殿已住三日了 亲线紧急 孩儿抑郁明日起身 不知母亲身体好否 张氏道 我身子不快 此时路上炎热 恐天疾病 你可这里令间房屋 与我暂住 付些盘缠在此 你两口儿先上任去 后秋梁却来接我 光蕊与其商议 就租了乌宇 付了盘缠与母亲 同期拜此前去 屠露艰苦 小行夜宿 不觉已到红江渡口 只见梢子刘红 李彪二人 撑船到岸迎接 也是光蕊前生 何当有此灾难 壮住这冤家 光蕊令家同将行礼 搬上船去 夫妻正齐齐上船 那刘红睁眼 看现殷小姐面如满月 眼似秋波 樱桃小口 绿柳蛮腰 真个有尘于落雁之戎 碧月修花之貌 陡起狼心 岁于李彪设计 将船撑至梅人烟处 后至夜静三更 先将家壮杀死 次将光蕊打死 把师首都推在水里去了 小姐献她打死了丈夫 也便将身覆水 刘红一把抱住道 你若从我 万事皆休 若不从时 一刀两断 那小姐寻思无忌 只得全时应成 顺了刘红 那贼把船渡到南岸 江船赋予李彪自管 他就穿了光蕊衣冠 带了官瓶 彭小姐往江州上任去了 却说刘红杀死的家同尸首 顺水流去 唯有陈光蕊的尸首 沉在水底不动 有红江口 巡海叶插陷了 兴飞报入龙宫 正值龙王升殿 夜叉报道 金红江口不知甚人 把一个读书世子打死 僵尸撇在水底 龙王叫僵尸抬来 放在面前 仔细一看到 此人正是救我的恩人 如何被人谋死 常言道 恩将恩报 我今日须索救他性命 以报日前之恩 即写下蝶文一道 拆叶插进网 红州城隍 土地触头下 要取秀才魂魄来 救他的性命 城隍 土地遂唤小鬼 把陈光蕊的魂魄 交付与叶插去 叶插带了魂魄 到水晶宫 秉现了龙王 龙王问道 你这秀才 姓甚名水 何方人事 阴慎到此 被人打死 光蕊失礼道 小生辰恶 婊子光蕊 西海州 红农县人 田中心科状元 刀授江州州主 同妻妇任 行至江边上传 不料烧子 留红贪谋我欺 将我打死 抛尸 启大王 救我一救 龙王闻言道 原来如此 先生 你前者 所放金色鲤鱼 及我也 你是救我的恩人 你今有难 我岂有不救你之礼 就把光蕊失身 安置一壁 口内含一颗定盐珠 修教损坏了 日后好 还魂报仇 又道 如今真魂 全且 在我水府中 坐各兜领光蕊 叩头拜谢 龙王设宴 相待不提 却说 殷小姐痛恨留贼 恨不食肉寝皮 只因身怀有孕 未知男女 万不得已 全且勉强相从 转叛之间 不觉已到江州 历书 门造 聚来迎接 所属官员 公堂设宴相续 刘洪道 学生到此 全赖诸公大力匡持 属官达道 唐尊大魁高才 自然是民如此 宋简行轻 我等何属有赖 何必过千 宫宴以罢 众人各散 光阴迅速 一日 刘洪宫市远出 小姐在牙思念婆婆 丈夫 在花亭上感叹 忽然身体困倦 腹内疼痛 晕闷在地 不觉生下一子 耳边有人主约 满堂交 听吴丁主 吴乃南极兴君 奉官因菩萨法旨 特送此子于你 一日声明远大 非彼等闲 留贼若回 必害此子 如可用心保护 辱夫 以德龙王相救 日后夫妻相会 子母团圆 血渊报仇有日也 谨记无言 快醒 快醒 言气而去 小姐醒来 句句记得 将子报定 无计可失 忽然流洪回来 一见此子 便要咽杀 小姐道 今日天色已晚 容待明日 抛去江中 幸喜赐藻流洪 忽有紧急攻势远出 小姐暗思 此子若带贼人回来 性命休矣 不如 及早抛弃江中 听其生死 躺祸 黄天见连 有人就得 收养此子 他日 玄得相逢 但恐难以时任 挤咬破手指 写下血书一纸 将父母姓名 跟脚缘由 背戏开载 又将此子 左脚上一个小指 用口咬下 以味济咽 取贴身汉衫一件 包裹此子 成空抱出衙门 性喜关衙离江不远 小姐到了江边 大哭一场 正欲抛弃 忽现江暗暗策 飘起一片木板 小姐急朝天拜倒 将此子安在板上 用带腹住 血书细在胸前 推放江中 听其所知 小姐含泪回牙不提 却说此子在木板上 顺水流去 一直流到金山寺脚下停住 那金山寺长老叫做法名和尚 修真悟导 以德无声妙诀 正当打坐参禅 忽闻的小儿 啼哭之声 一时心动 急到江边观看 只现崖边 一片木板上 睡住一个婴儿 长老慌忙就起 献了怀中血书 方之来历 取个乳名 叫做江流 托人抚养 血书紧紧收藏 光阴似箭 日月如梭 不觉江流年长 一十八岁 长老就叫他薛发修行 取法名为玄奘 磨顶受戒 坚心修道 一日 木春天气 众人同在松阴之下 讲经参禅 谈说奥妙 那九肉和尚 恰被玄奘难倒 和尚大怒 骂道 你这夜处 姓名也不知 父母也不识 还在此 倒甚魔鬼 玄奘被他骂出 这般言语 入似贵告师父 眼泪双流道 人生于天地之间 禀阴阳 儿子五行 尽由父生母养 岂有为人在世 而无父母者呼 再三哀告 求问父母姓名 长老道 你真个要寻父母 可随我到方丈里来 玄奘就跟到方丈 长老道重粮之上 取下一个小侠儿 打开来 取出血书一纸 汉山一箭 赋予玄奘 玄奘将血书 拆开读之 才被细小的父母姓名 并冤仇世纪 玄奘独霸 不觉哭倒 在地道 父母之仇 不能报复 何以为人 十八年来 不时生生父母 至今日方之有母亲 此身若非师父捞旧抚养 安有今日 容弟子去寻见母亲 然后头顶香盆 重见殿宇 报答师父之身恩也 师父道 你要去寻母 可带这血书与汉山前去 只坐画园 静往江州司牙 才得你母亲相线 玄奘领了师父言语 就坐画园的和尚 静至江州 是直流洪有事出外 也是天叫她母子相会 玄奘就直至丝牙门口抄画 那一小姐原来夜间得了一梦 梦见月缺再圆 暗想到 我婆婆不知音信 我丈夫被这贼谋杀 我的儿子抛在江中 倘若有人收养 算来有十八岁已 或今日天叫相会 亦未可知 正沉吟间 呼听丝牙前 有人念经 连教抄画 小姐又成辩出来问道 你是何处来的 玄奘答道 贫僧乃是金山寺法明 长老的徒弟 小姐道 你既是金山寺长老的徒弟 较尽牙来 将斋饭与玄奘吃 仔细看他举止言谈 好似与丈夫一般 小姐将从壁打发开去 问道 你这小师傅 还是自幼出家的 还是中年出家的 姓甚名谁 可有父母否 玄奘答道 我也不是自幼出家 我也不是中年出家 我说起来 冤有天来大 愁有海洋深 我父被人谋死 我母却被贼人占了 我师父法明长老叫 我在江州衙内 寻取母亲 小姐问道 你母姓慎 玄奘道 我母姓阴 名唤温骄 我父姓陈 明光蕊 我小名叫做江流 法明取位玄奘 小姐道 温骄就是我 但你今有何凭据 玄奘听说 是他母亲 双膝跪下 哀哀大哭 我娘若不信 现有血书 汉山未正 温骄取过一看 果然是真 母子相抱而哭 舅叫 我儿快去玄奘道 十八年 不时生身父母 今朝才见母亲 叫孩儿如何割舍 小姐道 我儿 你火速抽身前去 留贼若回 他必害你性命 我明日假装疑病 只说先年 曾徐舍摆双僧鞋 来你寺中还愿 那时节 我有话与你说 玄奘一言败别 却说小姐 自现儿子之后 心内一忧一喜 呼一日推病 茶饭不吃 卧于床上 留红归牙 问其缘故 小姐道 我幼时曾许下医院 许舍僧鞋一百双 昨午日之前 梦献个和尚 守直立刃 要锁僧鞋 便决身子不快 留红道 这些小事 何不早说 随生堂 吩咐王左衙 李右衙 江州城内百姓 每家要扮僧鞋一双 现五日内完那 百姓居一派完那起 小姐对 刘洪道 僧邪做完 这里有慎魔寺院 好去海院 刘洪道 浙江州有个金山寺 郊山寺 听你在哪个寺里去 小姐道 久闻金山寺好个寺院 我就往金山寺去 刘洪急焕王 李二衙半下船只 小姐带了新妇人 同上了船 梢子将船撑开 就投金山寺去 却说玄葬回寺 献法明长老 把前相说了一遍 长老甚喜 次日 只献一个丫鬟先到 说夫人来寺孩院 众僧都出寺迎接 小姐静进寺门 蹭了菩萨 大赦斋衬 患丫鬟将僧邪属袜 托于盘内 来到法堂 小姐赴年新香礼拜 就叫法明长老分庙 与众僧去弃 玄葬见众僧散了 法堂上更无一人 他却尽前跪下 小姐叫他脱了鞋袜看时 那左脚上 果然少了一个小指头 当时两个又抱住而哭 拜谢长老养育之恩 法明道 如今母子相会 孔奸贼之之 可速速抽身回去 庶免其祸 小姐道 我儿 我与你一只相还 你进到洪州西北地方 约有一千五百里之城 那里有个万花殿 当时留下婆婆张氏在那里 是你父亲生生之母 我再写一封书于你 进到唐王皇城之内 金殿左边 应开山城相家 是你母生生之父母 你将我的书弟与外公 叫外公奏赏唐王 统领人马 擒杀此贼 与父报仇 那时才救得老娘的身子出来 我今不敢久停 成孔贼汉怪我归池 便出寺登州而去 玄奘枯回寺中 告过师父 及时拜别 竟往洪州 来到万花殿 问那殿主刘晓二道 新年江州乘客观 有一母亲住在你殿中 如今好魔 刘晓二道 她远在我殿中 后来昏了眼 三四年并无殿租害我 如今在南门头一个破瓦窑里 每日上街叫化度日 那客观一去许久 到如今杳无信息 不知为何 玄奘听罢 及时问到南门头破瓦窑 寻住婆婆 婆婆道 你声音好似我儿陈光蕊 玄奘道 我不是陈光蕊 我是陈光蕊的儿子 温娇小姐是我的娘 婆婆道 你爹娘怎么不来 玄奘道 我爹爹被强盗打死了 我娘被强盗霸占为妻 婆婆道 你怎么小的来寻我 玄奘道 是我娘着我来寻婆婆 我娘有书在此 又有相还一支 那婆婆接了书病相还 放声痛哭道 我儿未功名到此 我只到她被亦忘恩 哪知她被人谋死 且喜得皇天连念 不觉我儿之后 今日还有孙子来寻我 玄奘问 婆婆的眼如何都昏了 婆婆道 我因思量你父亲 终日玄望 不限她来 因此上哭得两眼都昏了 玄奘便跪倒向天祷告道 念玄奘一十八岁 父母之仇不能报复 今日领母命来寻婆婆 天若连见弟子成义 保我婆婆双眼复鸣 驻罢 就将舌尖与婆婆舔眼 虚余之间 双眼舔开 仍父如初 婆婆去了小和尚道 你果是我的孙子 恰合我儿子光蕊 形容无二 婆婆又喜又悲 玄奘就领婆婆出了窑门 还到刘晓二殿内 将些房前令屋一间 与婆婆弃身 又将盘缠与婆婆道 我此去 只悦于救回 随即辞了婆婆 竟往京城 寻到黄城东街 因丞相府上 与门上人道 小僧是亲戚 来探相拱 门上人 秉之丞相 丞相道 我与和尚并无亲眷 夫人道 我昨夜梦见我女儿满堂交来家 莫不是女婿 有书信 回来也 丞相 便叫请小和尚来到厅上 小和尚献了丞相与夫人 哭败在地 就怀中取出一封书来 地与丞相 丞相拆开 从头毒霸 放声痛哭 夫人问道 相公 有何事故 丞相道 这和尚是我与你的外孙 女婿陈光蕊被贼谋死 满堂交 被贼强占卫妻 夫人听罢 亦痛哭不止 丞相道 夫人休得烦恼 来朝奏之主上 亲自统兵 定要与女婿报仇 次日 丞相入朝 启奏唐王曰 今有陈旭状元臣光蕊 带领家小江州妇人 被梢子刘洪打死 战女未妻 假冒陈旭 未官多年 世俗一变 起陛下立发人马 缴除贼寇 唐王剑奏大怒 就发玉林军六万 驻因丞相都兵前去 丞相领旨出巢 急往教场内点了兵 竟往江州进发 小行夜宿 星落鸟飞 不觉已到江州 因丞相兵马具 在北岸下了迎战 星夜令金牌下 互换到江州同之 周判二人 丞相对他们说之此事 叫他们提兵相助 一同过江而去 天上未明 就把刘洪衙门围了 刘洪正在梦中 听得火炮一响 筋骨齐鸣 重兵杀尽私牙 刘洪措手不及 早被擒住 丞相传下军令 将刘洪一干人犯 绑赴法场 令仲军聚在城外安营去了 丞相直入牙内正听坐下 请小姐出来相见 小姐欲待要出 修建父亲 就要自意 玄奘文之 急急将母解救 双膝跪下 对母道 而与外公 统兵至此 与父报仇 今日贼以擒捉 母亲何故返要寻死 母亲若死 孩儿岂能存乎 丞相亦进牙劝解 小姐道 无闻妇人从义而终 痛夫已被贼人所杀 岂可免言从贼 只因一妇在身 只得人耻偷生 金姓儿已长大 又献老妇提兵报仇 为女儿者 有何面目相见 唯有一死 以报丈夫儿 丞相道 此非我儿已胜衰改节 皆因出乎不得已 何得未耻 父女相报而哭 玄奘亦哀哀不止 丞相事类道 你二人 且休烦恼 我今已情捉仇贼 且去发落去来 及起身到法场 恰好江州同志 一拆哨兵拿货水贼 李彪姐道 丞相大喜 就令君劳压过刘红 李彪 每人痛打一百大棍 取了贡状 招了仙年 谋死陈光蕊情犹 先将李彪盯在墓驴上 推去士曹 刮了千刀 削手势重器 把刘红拿至红江渡口 仙年打死陈光蕊处 丞相于小姐 玄葬三人 亲到江边 望空祭殿 活弯曲流红心肝 祭了光蕊 烧了祭文一道 三人望江痛哭 早已经冻水浮 有寻海叶叉 将祭文成与龙王 龙王看罢 就拆边缘帅去 请光蕊来道 道 先生 恭喜 恭喜 今有先生夫人 公子 同月杖 聚在江边寄你 我今送你 还魂去也 再有如一珠 一颗 走盘珠二颗 搅消时端 明珠 遇带一条奉送 你今日 便可夫妻子母相会也 光蕊 再三拜谢 龙王就令夜叉 江光蕊 江光蕊身尸送出江口还魂 夜叉领命而去 却说殷小姐哭电丈夫一番 又欲江身赴水而死 荒得玄奘拼命扯住 正在仓皇之际 呼见水面上一个死尸符来 靠近江岸之旁 小姐忙向前认看 认的是丈夫的尸首 一发嚎啕大哭不已 众人聚来观看 只现光蕊 疏拳伸脚 身子渐渐斩动 呼得爬江起来坐下 众人不胜惊骇 光蕊睁开眼 早现殷小姐与丈人 殷丞相同住 小和尚聚在身边啼哭 光蕊道 你们为何在此 小姐道 殷辱被贼人打死 后来怯身生下此子 姓于金山寺 长劳抚养长大 寻我相会 我叫他去寻外公 父亲得知 奏文朝廷 统兵到此 拿住贼人 适才生取心肝 望空祭奠我夫 不知我夫怎生 又得还魂 光蕊道 皆因我与你 西年在万花殿时 买放了那尾金色鲤鱼 谁知那鲤鱼 就是此处龙王 后来逆贼 把我推在水中 全亏的他救我 方才又赐我还魂 送我宝物 聚在身上 更不想你生下这儿子 又得月账为我报仇 真是苦尽甘来 莫大之喜 众官闻之 都来贺喜 丞相就令安排酒席 答谢所属官员 即日军马回城 来到万花殿 那丞相传令安营 光蕊便同玄奘到刘家殿 寻婆婆 那婆婆当夜得了一梦 梦献空木开花 屋后喜鹊 频频宣造 想到 莫不是我孙儿来也 说由未了 只献殿门外 光蕊父子祈祷 小和尚指道 这不是俺婆婆 光蕊献了老母 连忙败道 母子抱头痛哭一场 把上相事说了一遍 散海了小二殿前 启程回到京城 进了相府 光蕊童小姐与婆婆 玄奘都来见了夫人 夫人不胜之喜 吩咐家童 大牌炎宴庆贺 丞相道 今日此宴 可取名为团圆会 真正和家欢乐 四日早朝 唐王登殿 殷丞相出班 将前后侍情 背戏启奏 并见光蕊 才可大用 唐王准奏 即命生辰恶 为学士之职 随朝礼政 玄奘利益安禅 送在 洪福寺内修行 后来 殷小姐 毕竟从容自尽 玄奘自道 金山寺中报 达法明长老 不知后来 事体若合 且听下回分解 玄奘利益安禅